击打州务大臣机构开始对盗采稀土案件反击 并名隶属机构的人力级行政部主任 昨天正式报警否认他们聘用中国人 协助开采吴基恩钢森林保留区的稀土 击打警察总部防范罪案及社区治安组主任阿尔扎尼 发文证实警方接获了相关的投报 并且透露击打州务大臣机构报案的目的 是要否认内政部长南都斯里塞福丁 所做的相关指控 警方也将会援引刑事法典500诽谤条文 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不当使用网络设备彻查机构的投报 根据报道 赛布丁早前在一场政治讲座揭露 击打大臣机构聘请两名身份成疑的中国人 到武基恩钢进行勘查 其中一员叫后涉嫌盗采稀土而被逮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